就是說因為在政府有限的預算之下 其實最主要是如何 因為第一個你可以透過這個機會去展現你的一個產業的一個產品特色 那麼當然也是結合所有的資源 讓避免就是說讓所有的資源做更有效的一個運用 好那這是剛才是講這個台北野貨大街的部分 我記得時間已經剩下了多少 好我要講快一點 好台北市場友市場結 那麼我們在2008我想講2008的時候 我們做一個起飽記者會 聯合促銷的起飽記者會 那時候我們就當然是結合整個考季 結合整個考季 因為那時候大概就是五六月的時候高午節 然後蔡市長必備的商品 那有一個就是在南門市場 因為剛好南門市場在這幾個商品 因為蔡市長裡面什麼有 寶仔啦 那爸長都有 寶仔爸長還有那個膏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結合這個活動 那麼有一個百發百中 包高中的一個產品的一個發表會 好 那我剛才講 我們那時候要做天下地攤 人家說你為什麼要講天下地攤 台北市做的一個攤 這種攤位的一個票選 美食票選 那如何可以號稱天下地攤 我說你管我 對不對 那個賣賢書雞人都可以講台灣第一家了 為什麼不可以講天下地攤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那時候天下地攤 可是天下地攤開始做 沒有什麼名氣啊 沒有人知道啊 而且你如何去推廣啊 所以呢 那我就有想到一個點子 我們那時候在東門市場裡面 有兩大美麵分湯的 好啦 那誰比較好吃 誰比較好吃 對 剛好正對面啦 我可以講 我找他們兩個 來比 當然一定大家都好吃嘛 我一定不會講說誰比較好吃 但是我現場我就要做一個PK賽 我就找了吳文文來 那麼來 弄一個PK 就現場比一比 到底誰比較好吃 然後當然這個 吳文文是以前的台式的主播嘛 現在在那個中廣有一個 吳文文的快樂廚房對不對 那他就講 羅媽媽的湯頭比較濃郁 然後黃媽媽的湯頭比較清淡 如果你想吃濃郁的就吃 羅媽媽的 吃清淡的就吃黃媽媽的 基本上兩家都很好吃 有沒有新聞就有新聞了 對不對 那當天一爆 哇 生意好到不得了 對不對 那就藉這個機會來推廣 我們天下第一攤的一個活動 對不對 然後呢 為了讓 逛菜市場呢 我們平常都在逛菜市場 婆婆媽媽逛菜市場沒有什麼了不起啊 找誰來逛菜市場 對不對 我在講 不管黑人、白人 不一樣 社會就是有新聞的好人 對不對 你要找呢 那我就找一些外國人來逛菜市場 對不對 那記者就要拍啊 對不對 我今天我去逛菜市場 他要拍我幹什麼 他一定不會想拍我啊 我找那些官去逛菜市場 他們都不會想拍 所以我就找一對不同顏色的人來逛菜市場 那就有他的新聞價值存在了 對不對 然後 我們要推廣傳統市場的特色 傳統市場呢 有人情味 便宜 對不對 新鮮 對不對 好 那人家說 外面到處都是299吃到飽 我告訴你 那是一個人 我們怎麼辦 那時候經濟不景氣 我們就是說299全家吃到飽 攤頭大作戰 對不對 找誰來買菜 我們就找了小甜甜來買菜 人家說 買菜上倉 買菜送蔥不稀奇 買菜送肉才夠看 對不對 就叫小甜甜 在一攤一攤去買 就把老闆拆開 老闆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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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樣 對 不用花多少錢 那麼 然後呢 辦了一桌就給 就給記者看 那我們打的是什麼 市場的人情味 對不對 打的是什麼 不景氣來審核包 對不對 然後有畫面啊 對不對 有聲音啊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就是記者喜歡的素材 記者喜歡的地底 對不對 然後呢 去年呢 星光大道很夯 對不對 現在已經熱度降了 對不對 那 大家都會辦歌唱比賽啊 那我們也要辦歌唱比賽啊 我們來辦個四級星光大道 但是你要辦得怎麼樣跟人家不一樣 對不對 那我們特別就是要去強調什麼 強調他的身份 所以呢 我們打出去的是什麼 雜貨店老闆大戰豬肉小王子 對不對 那就是說 你要呈現的是他的差異化 他的跟他平常的一個反差的一個效果 對不對 他今天穿的光鮮亮麗在這裡 那其實呢 他平常是一個在台語的 他平常是一個在白癡肉的 那這樣 照這樣一個反差的效果呢 就是新聞 就是媒體喜歡的一個一個很喜歡的一個 一個這樣的一個 那當然在2008的一個活動裡面 然後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最後的一個 四級博覽會 那如何 同樣的 在一個博覽會裡面 你如何去創造這樣的一個新聞畫面 所以我們搞了一個 四級十項全能的競技大賽 對不對 這些業者什麼最會 就趁金倫梁最會啦 對不對 劉豬肉最糟啊 對不對 節儀丸最糟啊 不然就叫你來節儀丸給人家看 對不對 看誰比較 可以趁金抓這個抓白米 論得要剁豬肉對不對 看上背蒜頭 那當天喔 不過這個說實在有時候 也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這業者喔 這個運動家精神不足 B叔的還不敢玩啊 結果最後吵了起來啊 是當天比較遺憾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那吵架的點在哪裡 吵架來撥蒜頭 他說不說白 我這顆蒜頭有10米 他那顆蒜頭有8米 所以我弄得比較慢 對不對 那沒辦法 那誰叫 因為我們剛好那時候是比的是 一人一大顆蒜頭嘛 那你這顆蒜頭只有3顆 那一顆那顆蒜頭 剛好有10顆 那你就比到倒楣我也沒辦法 那當時事前的遊戲規則就是這個樣子 後來到了2009年 我們做天下地攤的時候 那就熱鬧了 對不對 因為當你的名氣打出去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沒有辦法做 在一個月的票選期間呢 就有42萬票跑進來 要投票 為什麼 其實都是業者去動員的 因為他知道當他拿到第一名的時候 他會有他的價值存在 對不對 他會是媒體報導的一個焦點 那個一夜就出來了 光復市場的藍媽媽 我跟你講 我還有很多就是客戶在跟我抱怨的藍媽媽 為什麼 他說 沒人看人做生意做到那裡口頭的 他訂單太多了 打電話都不接電話了 他現在已經不在光復市場裡面賣了 為什麼 因為根本就做不來 所以他就 就只做網路宅配行銷 網路宅配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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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意 好的不到 市場節到現在也沒有多久 大概八月結束到現在 都不敢接電話 那時候 我們那時候我們還有一支服務專家 那些服務專家都打電話來罵 罵我們 就說那個藍媽媽水餃都不接電話 然後呢 北投的這個 維生蘇果 那時候 他也是 在那個列表的第一名的時候 TPBS去訪問他 結果打出來是說他的電要頂浪 我一看就嚇到了 為什麼電要頂浪 那老闆娘說 生意太好找不到人幫忙 我再這樣下去我要把電 那個電頂浪掉了 那我都聽了我都不知道我是要欣慰 還是要 要比較難過 然後呢 中文市場的蚵仔煎 這個是那個會長的 兒子 在賣蚵仔煎 他爸爸在賣 那個會長賣海鮮 一天在開檢討會 他來就罵我 夭壽 有夠夭壽 我兒子 做到手 又要鬧到 我都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這些人是在褒獎我 還是在 在 在貶低我 那 然後永吉市場的那個商品香燒雞 我那時候還沒辦市場節之前 去他那個燒雞探去看 那時候大概快中午十二點了 那個架上還有好幾隻雞 老闆娘 沒他沒他 然後市場也沒幾個人 後來 他就搞了個第一名出來 當然這第一名是真的是用心去搞出來的 資質上比較好吃我不敢肯定 好 弄了一個 之後 後來呢 那個現在的高鐵董事長歐靜德 透過那個 永春市場的黃會長 那麼要來 來這個 訂這個燒雞的時候 10點多打電話來 就說沒有 賣完了 10點多就賣完了 好 那在我們在去年那時候 我們辦了很多在傳統市場節 我們辦了很多巡迴的一個活動 那環藍市場就是 全 環藍環藍市場 是一個 他總共有1325攤 是全台最大的傳統市場 那那時候怎麼辦 我們 就是說 你如何去有特色找特色 沒有特色你就要想辦法幫他創造特色出來 這個就是在做行銷上一個很特別 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所以呢 既然樹大變是美 所以呢 傳統在環藍市場 一萬份的商品一元特賣 人種綿延數百公尺